習近平由2013年開始出任國家主席 做兩屆的話任期會到2023年 內地官方傳媒星期日報導 中共中央委員會建議修憲其中最重要的一項 是取消國家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不得超過兩屆的上限 一旦通過的話 習近平最少可以執政到2028年 而這次修憲更加意味著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 或者可以終身制 目前憲法規定國家主席的任期是每屆五年 連任不得超過兩屆 但對黨的中央軍委主席一職就沒有限制 這次中共中央委員會一共提出了21項修憲建議 當中還包括了將習近平思想寫入憲法罪言 又建議設立國家監察委員會 有關建議將會交由下個月召開的全國兩會審議通過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 東網記者陳淑儀